好了,现在我们讲的是关于神的衣袍,给我们的衣袍,感谢神。 这个是很大很大的恩典,这个是给我们可以很大的喜乐的,很大的力量的。 其实我感谢神了,神安排我去到这个神学院,这个神学院很看重这个分辨律法和福音。 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,不但去赦罪,不但去赦免我们的罪,也是这样一袍放在我们身上。 这个经文以赛尔书61章十节。 我应以后要大大欢喜,我的心靠神快乐,因祂以拯救为义给我穿上,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,好像新郎戴上华冠,又像新妇佩戴装饰。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,就是说,我们可以靠神很快乐,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很好, 而是因为祂的拯救,而是因为祂的拯救,好像衣服给我穿上, 祂的公义,好像袍子给我披上,好像新郎戴上华冠这样美丽, 幸福佩戴装饰这样美丽,就是说是神的公义。 所以,圣经里面,现在圣经讲到称义,称义是什么意思呢? 我们本来不是义,我们不是完美的,是称为义,算为义,圣经有这些话,算为义,不是我们过好,是神的公义, 就是我们的义都好像误会的义服,我们的义都好像误会的义服,我们的义不是完美的。 虽然我们还是追求义,什么意思呢? 因为我们帮助人的时候,可能有不耐烦,有说的话不合宜,有怒气,没有爱心。 但我们悔改的时候,神还是赠满我们的罪,接受我们的释放,我们所做的,都不是完美的。 但不代表我们犯罪,这两种罪是有分别的,我解释一下。 我们尊重神的时候,做得不够好,还是有这种罪,我们尊重神。 我们传父义的时候,有不耐烦,有轻抗这个人都是罪。 但另外是,选择犯罪,骂人啊,伤害人啊,偷东西啊,淫恋啊,这些是行动上犯罪,这两个很大的分别。 一个是你,我们尊重神的时候,我们是准备,想尊重神,但尊重的不够完美。 这个情况,我们不是完美,但我们悔改,神就赏满我们。 另外的罪也是什么?但这两种罪有程度,我们需要明白,罪有程度。 耶稣也说的,多知道的,就多受责打。 这是他们知道更多,但没有尊重神,受的责打,就更严重。 这是人犯罪,有故意犯罪。 犯罪也有不同的程度,虽然每个罪都很严重,任何罪都可以将我们输去救恩的。 但有些罪是明显比较严重的。 例如,有人犯责打,必定有一个过程的,他看到一个异性有兴趣,然后他的心里面就想,然后说一些话去吸引对方,然后做一些行动。 但这个行动不够,不会以下几乎犯责打,是不是? 都需要很多的行动的。 这个是他经过多次,他经过多次的要过程去犯罪。 这个多次的过程,神继续在提醒他,但他没有回应。 所以这个罪就比较严重了。 有些人以为是小罪,例如埋怨,但他常常埋怨,常常烦恼。 圣灵多次的感动,还是不悔改。 这个罪也是严重,因为他继续在这个罪中没有回应神的提醒去悔改。 所以我们明白,罪有不同的。 我们,我希望我们都去不去故意犯罪,你知道罪,马上说这个罪有破坏性。 我们,释放选也知道我们的释放不是完美,所以我们都需要悔改。 神来赏免我,因为我不完美的地方,求你赏免我,洗净我们的罪。 神就喊喜乐的,神就赏免的。 所以我们的意义不去完美。 但我们的意义不去完美,都不代表我们在神面前不可以喜乐。 这个经文其实没有提到我们的行为。 它是讲到神的行为,都是恩典。 我因神大大的欢喜,我的心靠神快乐, 因为耶和华神以拯救为义给我穿上, 祂的拯救好像衣服,屁带在我身上。 公义为袍,祂的公义好像袍子,屁在我身上。 这样我们好像新郎,新娘叫美丽。 所以说神的公义在我们身上,这个公义从哪里来? 就是从耶稣的完美的善行。 耶稣完全地遵守全律法。 祂的义好在我们身上。 所以在我们身上的时候,神看到我们, 每一个都是非常的美丽的。 但同时我们需要明白,圣经有说另外一个, 光明洁白的西玛依,在启示录十九章, 讲到这个光明洁白的西玛依, 是圣徒所行的义。 我们有另外的,这个西玛依, 是我们的善行,我们所做尊重神的地方。 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两样的。 因为圣心主必有圣灵的改变, 不但是有耶稣的衣袍。 但我们可以这样相信, 当我有耶稣的衣袍来到神面前的时候, 神赏免我,神将耶稣的衣袍放在我们身上, 我们就好像耶稣这样有美。 我们来到神面前就会很开心, 神看着我,就好像看着祂儿子这样。 这个是我神学院学的, 我觉得很好很好。 在我信主的教堂, 很多我去过的教堂都没有听过这个道。 但我在神学院, 听到这个衣袍在我身上, 我觉得非常的美好。 给我很大的安慰, 很大的喜乐。 所以我就开始很喜悦神的救恩。 后来我就看到神的恩典, 各方面都有, 都很美丽的, 我都很喜欢。 所以我们虽然有不好, 虽然我们中间不是完美, 但我们是与神有关系的, 我们信靠神, 神的衣袍在我们身上, 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快乐, 感谢神。 神现在看我就好像耶稣这样美丽。 你现在想一想, 耶稣站在你前面, 他说你很美丽, 你说我不是美丽啊, 你说我很多弱点啊, 很多弱点啊, 但耶稣说, 我不是讲你的弱点, 我去讲耶稣在你身上, 我们是披戴基督的, 圣经有说, 受洗的是披戴基督在我们身上, 我们是有基督在我们身上。 所以你现在可不可以对神说, 感谢你, 在你眼中我好像耶稣这样美丽, 你相信吗? 而且是开心的, 现在神看我是很美丽的, 非常美丽的。 他看我好像耶稣这样美丽, 好像新郎新娘这样美丽的。 哈利路亚。 虽然我们的心善行, 对不起。 善行还不是完美, 但我们有耶稣的衣袍, 还是很美丽。 感谢神, 我在神的眼中很美丽。 这是一种喜乐的来源, 这个是经文,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的。 另外我们所做的, 我们的善行, 坐在一个小子身上, 也不能不得散心, 所以我就喜乐了。 我的喜马懿, 也是美好的。 你看看你的喜马懿, 你的光明洁白的喜马懿, 圣徒所行的义, 你有没有为神做不同的真心的习奉, 有没有啊? 有了, 你就可以开心了。 我有耶稣的衣袍, 也有基督徒所行的义在我身上, 我可以很开心, 但不是骄傲, 我们不能骄傲, 因为神如果查看我们的罪, 祂说你还是有很多罪啊, 所以我们不能骄傲, 我们就说是你赐给我的, 也许你接受我的善行, 所以我赞你眼中, 是有这个光明洁白的喜马懿, 感谢天父, 哈利路亚, 是不是可以开心呢? 感谢天父, 神将这个衣袍放在我们身上。 好了, 另外两个经文都去讲到, 耶稣在十字架上, 为我们成为罪和成为咒诅, 这个非常的严重。 哥林的后书五章二十一节,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, 好叫我们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, 那无罪的是耶稣, 因为无罪的耶稣为我们成为罪, 不但去承担罪, 明白这一点, 承担我们的罪, 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, 但不去承担我们的罪, 祂是好像变为罪的化身, 祂就是罪, 因为所有的罪都在祂身上, 所有, 所有人所犯的罪都在耶稣身上, 所以祂就变为所有罪的化身, 所有的罪在祂身上, 在神的眼中, 祂就变为所有人的罪, 非常的严重, 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说, 我的神, 我的神, 你为什么离弃我, 耶稣从来打告都是父啊, 都是说父, 但这一次祂是说我的神, 祂是觉得与神有天赋有距离的, 因为当时祂承担所有的罪, 这上一个小时, 从五正到圣书, 祂就承担所有的罪, 变为罪, 所以当时在神的眼中, 祂是罪的化身, 整个人, 整个耶稣都是罪, 然后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, 基督, 基督为我们, 成了赵主, 原本是成了赵主, 但翻译圣经人觉得太严重了, 这个其实他们的想法, 圣经明明是说成了赵主, 为什么写受了赵主, 他们不能介绍, 他们不能明白, 耶稣成为赵主, 因为耶稣已经成为罪了, 所以所有罪在祂身上, 所以祂变成罪, 也变成赵主, 祂变为赵主, 所有赵主都在祂身上,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赵主, 因为经上记者, 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赵主的, 在基督约圣经的时候, 没有定许之家的, 定许之家是后来才有的, 在大卫预言耶稣定许之家, 四篇二十二篇, 当时也没有定许之家的, 几百年才有这个定许之家, 但神已经知道, 将来耶稣去挂在木头上, 祂去被定在许之家上, 祂已经记得了, 所以基督约圣经说, 挂在木头上都是被赵主, 是预言耶稣在许之家上, 是被赵主的, 祂被赵主, 就只有我们脱离所有的赵主, 所以基督徒不是要怕赵主, 有些人去泰国, 他们很怕这个泰国的赵主, 有些国家他们有赵主的, 但圣经说, 我们有这个权品, 我已经给你权品, 可以去践踏学和写进, 胜过手地所有的能力, 不然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, 所以我们去胜过所有的赵主, 不是要怕, 在灵人派里面有些说, 他们太强调魔鬼的攻击, 太强调赵主, 他们没有看到, 不是用圣经得到这些结论, 他们是从生活得到这个结论, 因为他们的确有些人去被邪灵攻击, 他们不知道邪灵攻击是因为他们的罪, 不是因为, 不是因为魔鬼很厉害, 是因为他们的罪, 罪给魔鬼留地步, 他们就以为是因为他们去赶邪灵, 所以邪灵攻击, 所以有些灵人派人告诉我, 你常常赶邪灵, 邪灵会攻击你, 你会有战染的, 我觉得这个讲法真的非常有问题, 这个是他们的这些, 太看重魔鬼的作为, 就很惧怕的, 其实我们完全没有惧怕, 有耶稣的衣袍在我身上, 耶稣承担所有罪, 耶稣为我们成了咒诅, 我们完全没有咒诅, 所有咒诅都离开我, 所有咒诅都不能临到我身上, 除非人犯罪, 如果你在罪中的话, 你就需要处理罪, 需要悔改, 求成圣门, 脱离罪, 因为罪带来攻击, 罪带来咒诅, 在《生命记》28章, 28章讲到, 正从神的祝福, 不正从神的咒诅, 我们就知道, 犯罪必有这个, 不许说你犯罪保险有咒诅, 但有人继续犯罪, 没有悔改的话, 就可以有咒诅, 魔鬼的攻击, 好了, 这个经文, 应用出来, 这个经文主要是讲到, 耶稣的救恩的伟大, 不但是赦免我们的罪, 也是将他的义袍, 耶稣所行的义都放在我们身上, 耶稣也除掉所有的罪, 所有的咒诅, 救赎我们脱离所有的咒诅, 所以我们不需要怕, 好了, 这个反面例子是什么了, 这些很多信耶稣, 还是很内疚, 我已经犯了罪了, 他们担心神没有赦免他, 他们也觉得自己在神的面前是很肮脏的, 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没有用, 然后我犯了很多罪, 很肮脏的, 神看了我就不喜欢过, 他们没有看这个经文, 也很少讲这个道, 就是说, 我们有耶稣的衣袍在我身上, 好像耶稣这么美丽, 好像信仰信父这样美丽的, 另外是有些人不知道罪的可怕性, 犯罪谁犯罪, 我们可以告诉他们, 我们可以有警告的, 我们讲恩典不代表不可以讲警告的, 犯罪可以给魔鬼留地步, 魔鬼可以攻击你, 可以咒诅你, 整个生命可以破坏, 魔鬼可以破坏什么呢? 破坏人的平安喜乐, 破坏人际关系, 因为吵架骂人就破坏人际关系, 破坏家庭, 破坏教会, 破坏事奉, 破坏神的计划, 破坏神的恩赐, 破坏神给我们的能力, 破坏前面的路程, 最严重去破坏我们的永生, 每一样都可以破坏, 所以有些基督徒他们很懒惰, 我信耶稣就可以了, 这个是错误的, 我们需要教导, 不但去信耶稣你就得救的, 信耶稣得救, 但这个信去接待耶稣, 必定要耶稣做主做王, 没有接待耶稣的信心去死的, 没有行为的信心去死的, 他们需要明白, 犯罪也必有破坏性, 为什么很多人犯罪呢? 我们就需要告诉他们, 不要再犯罪, 约翰福音5章14节, 约翰5章14节, 不要再犯罪,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, 越来越厉害的, 而且身的情欲, 杀种的, 必从情欲受败坏, 体贴肉体的出去死, 所以犯罪必有破坏性, 我们讲恩典, 不代表我们不讲举干, 让人知道犯罪的恐怕性, 但有些人就是不知道犯罪的恐怕性, 他们以为看爱世界不要紧, 他们以为不冷不热不要紧, 耶稣说,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, 你继续不冷不热, 我要将你从我的口中吐出去, 这是神的话, 很清楚的神的话, 好了, 恩典我刚才已经讲了, 不但是有救恩, 有这个衣袍在我们身上, 耶稣的衣袍在我们身上, 趁我们为义, 我们就变为很美丽的, 耶稣也除掉所有的罪, 除掉所有的宗主, 所以我们什么不怕, 有神的保护, 神的恩典, 是美丽的, 每一天想, 我是美丽的, 也因为耶稣除掉我们的罪, 所以我们的好行为, 都能够停留在我们身上, 其实, 我们没有一样好行为是完美的, 什么是完美呢? 尽心, 尽心, 尽意, 尽力爱住我们的神, 爱人如此才是完美, 但我们是不是能够, 是不是能够完全的尽心, 尽心, 尽意, 尽力爱神, 而且爱人好像爱自己一样的? 很多人都不是, 我们也不能得到完美的程度, 所以我们都有罪, 但耶稣称我们为一, 赦免我们所有的罪, 这个是福气, 我们就感谢神这个极大的福气, 在神的眼中, 有耶稣的衣袍, 我们的好行为也被神纪念, 这个非常好的恩典, 这个警告, 这是人在内疚之中就没有力量, 神已经说我赦免你, 你还是说, 我有罪, 我有罪, 神不会赦免我, 这个是, 我用这个比喻, 耶稣对你说, 我赦免你人罪, 我称你为义, 你就打耶稣一巴掌, 这个比喻, 打一巴掌, 没有啊, 你没有赦免我啊, 否认耶稣说的话, 但耶稣已经说了, 要伤痛悔的灵, 我必不轻看, 人若认自己的罪, 神是信实的, 是公义的,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,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, 所以我们知道神必定赦免的, 我们就不要继续批评自己, 我们想到罪, 我也会想到我的罪, 我们马上就说神啊, 谢谢你, 赦免我, 求你帮助我, 叫我正恩罪以后, 不再犯罪, 我想到我的罪的时候, 我也会求神赦免, 但我知道神已经赦免了, 但我会说神啊, 帮助我, 有力量, 正恩这个罪, 不要允许任何罪, 能够尽入我的生命, 这样的话, 我们就能够抵抗所有人的罪了, 然后, 如何了, 如何, 有些人为什么继续在内疚之中了, 因为他们, 用人的方法, 如果你去用一个比喻, 我们可以用比喻帮助人的, 你去某一个人的家中, 他告诉你, 我这个花瓶很贵重的, 你要小心啊, 然后你就走过去, 看一看这个花瓶, 越走越近, 后来碰一碰, 花瓶跌在地上, 跌碎了, 哎呀, 你真的不好意思, 对不起, 对不起, 我为你在买这个花瓶啊, 他说这个买不到的, 这个是很贵重的, 买不到的, 第二次, 你又来他的家了, 然后他说, 我有另外一个很贵重的, 你要很小心啊, 你上去已经打碎我的花瓶了, 你要很小心, 你要看, 你要看, 你不小心走过去, 又碰到这个东西, 又跌在地上, 你说, 对不起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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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, 我真的对你不邪, 我为你买了, 他说不能买的, 这个东西不能买的, 第三次, 你又是这样, 你十次都是这样, 我问你, 他会不会叛逸你去他的家了, 不要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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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圆就是这样, 所以圆以为神是这样, 我得罪一次, 他会生命, 两次可以, 五次可能不会, 十次不会, 一千次必定不会, 所以就觉得, 神必定不会生命, 但神是永远生命, 不代表我们永远犯罪, 永远犯罪, 受苦的是自己, 每样罪都必有破坏性, 为什么呢, 里面有震恨, 虽然没有说出来, 也破坏我们的生命, 是不是, 破坏我们的里面的平安, 也令神对我们失去信任, 圣经里面有说, 讨神的喜悦, 神喜悦的人, 他信任, 他知道谁是可以信任, 你看到在圣经里面, 他托付保罗, 彼得, 因为他信任他们, 他知道他们的生命, 神不会拆遣一个犯罪, 不悔改的人去做他的工作, 神知道谁是可以, 他信任的, 如果人犯罪, 继续犯罪, 神不会信任他, 虽然他还是可以悔改, 他可以重拾他的生命, 但还是他的生命必有很多破坏, 有些不能返回的, 有些情况犯了罪很严重的手, 不能返回, 不能重拾他以前的恩典, 例如有人悔改, 他说, 现在我愿意悔改, 正宗神, 侍奉神, 但他已经老了, 他老的时候, 做得有限了, 他的能力已经有限了, 我感谢神, 当我出信徒的时候, 许久岁, 我就学习圣经, 很多方面都进步, 都努力, 传福音, 怎样回答人的问题, 我都很努力去做, 这样的话, 我就熟悉, 怎样帮助人, 怎样传福音, 我有机会学什么, 我都尽量学得好, 就是善用我的生命, 如果我现在才正宗神, 如果以前没有, 现在才正宗神的话, 我不会在现在的情况, 这就是珍惜我们生命, 所以我们明白的时候, 我们就珍惜我们生命, 犯罪会破坏, 破坏里面的平安, 也破坏人籍的关系, 如果这个人没有骂人, 但他总是面貌不开心的, 他总是不开心的样子, 也不会有人习惯他的, 看到他总是好像, 很多露气在里面的, 没有人会喜欢他的, 我们感谢神啊, 我们的见证非常重要, 我们知道罪的破坏性, 所以很多人需要处理的, 这是内疚感, 也需要处理这个罪的破坏性, 以为罪不要紧, 确实很多人以为罪不要紧, 因为很多教会缺乏教导犯罪必有破坏性, 他们讲很多是什么, 你犯罪悔改, 耶稣就生命, 这个是真实, 是真理, 但是真理的一半, 还有另外一半, 犯罪必有破坏性, 不要在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, 顺着情义撒准的, 必从情义受败坏, 必从情义受败坏, 必有破坏, 必定来的, 不能逃脱的, 我们需要教导人, 但教导人的时候, 也是用恩典, 神有奇妙的计划, 用恩典鼓励, 神要祝福你啊, 神要提升你啊, 神要大大的祝福你啊, 你想不想神祝福你啊, 你尊重神, 神就祝福你了, 这个是恩典推动, 任何罪就破坏神的恩典, 任何罪, 你马上悔改, 神就见那里, 所以需要明白这个, 这个罪的破坏性, 也明白神的, 这个义袍的美丽, 哈利路亚, 然后我们亲见神, 第二步, 记得这个如何, 第一处理垃圾, 第二, 亲见神得利, 亲见神的时候, 就感受神的接纳, 是不是, 感受神的平安, 神的接纳, 就觉得很平安, 另外, 在亲见神的时候, 也会有动力离开罪, 亲见神的时候, 平稳安静, 都不想去骂人了, 就有动力去对付罪, 也动力去建立自己的生命, 我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, 然后, 实际上, 实际上, 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很多次, 耶稣的衣袍在我身上, 我是好像耶稣的美丽的, 我是很美丽的, 在神的眼中, 很美丽的, 我自己所行的衣, 也在我身上很美丽的, 我一杯凉水给一个小洗, 都在我身上很美丽的, 我帮助人的灵灵, 都是很美丽的, 常常提醒自己, 帮助我们整天都开心, 哈哈哈哈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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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神已经称我唯一, 耶稣的衣袍在我身上, 我很美丽, 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么美丽的, 而且, 我有自己的善行在我身上, 神纪念, 哈雷路亚, 然后我们也尽力, 努力侍奉神, 求神赦免我们所有的善行, 好行为上的罪, 求神赦免, 然后接受我的所有的善行, 接纳我的善行, 我的好行为, 求你, 求你纪念, 神必定纪念的, 也不骄傲, 这样的话, 我们就整天, 在神的这个, 浴袍, 去, 集中, 在神的同在集中, 也常常尊重神, 你想不想这样, 开心做基督徒啊, 是啊, 但, 你问, 基督徒是不是开心呢, 很多基督徒说不开心啊, 我要做工, 家庭有很多问题, 我要要祷告, 要读圣经, 要犯教会, 所以不开心啊, 就觉得都是责任, 但他们没有看到,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, 每个人都要照顾家庭的, 有耶稣就不需要看为重担, 为什么呢, 有耶稣, 耶稣祝福我, 我祝福他们神喜悦, 所以, 其实我们照顾家人, 奉耶稣的名, 祝福他们, 也向他们传福音, 我们照顾家人, 也是好行为, 也是神纪念的, 我们就可以说, 现在我在家中做所有事情, 我用另外一个看法, 就是我在服务神, 我在荣耀神, 神就喜悦, 我就可以开心了, 然后我为神做什么好事, 我都开心, 整天都开心, 我有耶稣的衣袍, 我做得不好, 耶稣借盖我, 我用罪马上处理, 我就开心了, 因为我走在神的路, 神允许必定祝福, 你也会尽力平安, 我告诉你, 我以前的确是有些情况, 有些罪影响我, 我就发觉这个内疚, 很难离开的, 但我现在活在这个情况, 我不要让罪留在我身上, 我就发觉很平安, 很轻松, 没有这些烦恼, 这是非常美好, 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, 也帮助你的教友, 都活在平安喜乐里面, 而且是尊重神的, 是尊重神有的平安, 哈利路亚, 你这样解释的话, 他们就明白犯罪, 吵架必有破坏性, 骂人必有破坏性, 烦恼必有破坏性, 伤害人必有破坏性, 好了, 我们祷告, 亲爱的天父, 我们感谢赞美, 你将耶稣的衣袍放在我们身上, 我们就好像耶稣这样美丽, 好像信仰, 信仰叫美丽, 我们感谢赞美酒, 神啊, 我们不配的, 我们都是有罪的人, 但你在你的眼中, 因为耶稣的救赎, 我们就变为非常非常的美丽, 而且我们所行的义, 都蒙你纪念, 我们有的罪, 你都赦免, 然后你就纪念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